弥勒菩萨讲得非常好 念 识 极微细不可支持 所以万法皆空 一点都没错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这事都不实在 如露亦如定 这是比喻速度 它比电快多了 因为我们找不到东西比喻 世间人只知道闪电速度快 用闪电来做比喻 其实比闪电快太多太多了 闪电不能比喻 一定要了解四世真相 所以它是同时遁现 这个海印三昧 这印是这个意思 同时遁现 没有心后次第差别 那我们这个人 神 也是这样的 不要以为我们真有这个神 神找不到 就像这些幻灯片一样 每一张片子都有 把它连起来 好像有的这么一桩事情 其实我完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现在这个世间人 谁没有看过电影 家家家都有电视 什么人在电视里豁然大悟 民心间训 他成佛了 会一看就懂了 会一看就看什么 一时尊心 没有先后 每一个画面都是独立的 但是它不能独立存在 它的存在必须前后依靠 这个被科学家发现了 宇宙之间 没有一样东西是独立的 统统要依靠它的环境 互为意愿 这是它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存在的心态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原神 一切法离不开音乐 离开音乐 没有办法独立 你根本看不到它 你也找不到它 与一切众人 共存共融 你就看到了 原神法 释迦牟尼佛 三千年前说的 现代的科学家才发现 承认 佛陀的智慧不合思议 他有一句话形容说 现在科学家了 飞九牛二胡之力 像爬山一样 爬到山顶 没想到 释迦牟尼佛已经在那坐了几千年 等着你 这个比喻 设得很有味道 到山头车看到释迦牟尼佛 已经在那等了几千年了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有佛进 又有科学报告 你按下来后期来看 我就清楚了 感谢观看 记得上谈的 搅担 刀